環保署中區督查大隊人員 為了揪出偷出排廢水的黑心業者 摸黑前往排水溝內積查 發現業者竟然排放含有重金屬的 藍水跟黃水 這些污水還會透過灌溉水淳 流向更多農田 第一線積查人員深知 就算重罰了業者 也不一定賠得起被重傷的環境 二十三號下午在不要跟農地說再見的座談會上 環保署分享取締農地違章工廠的食物經驗 強調高污染工廠應全面退出農地 但地球公民基金會指出 堅持污染行業別的認定 絕對不能單由經濟部片面決定 如果未來污染的認定還是由經濟部 然後他還要來自己主導就地合法 我想這百分之一百的 臺灣的農地污染會絕對面積會越來越大 在民間團體的抗議下 工府法修正草案第二十八條之一 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 因會同有關機關審查 核定飛鼠低污染行業 環保署表示將來中高污染行業別的範圍 一定會比之前擴大 不過草案還有諸多爭議 立法院二十四號起 持續進行潮業協商 原時新聞綜合報導